蓝六两党今天是继续针对宇昌案交锋 民进党中央再度质疑金建会主委刘亦如 变造重要的公文档案 企图混淆视听 而刘亦如则回应说 他已经针对日期错置的问题公开道歉 既然民进党告上法院 一切就让司法来决定 再度拿出宇昌案投资审查文件 民进党质疑金建会主委刘亦如 除了日期错置 就连日前召开记者会出示的文件 也涉嫌变造 将96年8月31号国发基金的谦涵 抽出附建三 并将附建三字样加以涂改 企图混淆外界检视 民进党表示 96年8月31号的公文 共有六个附件 要求特征组将原始档案公开 供国人检视 请留意如说明是谁变造涂改 面对民进党指控 国民党反批蔡英文至今人说不清楚 文件也没有编造问题 更回及民进党的说法是在转移焦点 宇昌案继续延烧 禁建会主委刘亦如说 本周内就会向蔡英文提问疑点 面对民进党质疑文件造假 刘亦如强调宇昌案卷宗非常混乱 文件里有很多看不懂的东西 但不会造假 请民进党停止抹黑 我想这个就让司法去决定 因为我们非常知道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造假的 那哪有人那么笨 要在一份英文的文件上造假 然后还贴一个中文的说 此份文件为什么什么 而且更是在这个 一份这个影印的资料上面 刘亦如表示 宇昌案过程已经说明多次 民进党不应犯政治化 如果硬要在这件事情做文章 既然已提交司法 他就尊重 21号发言后 不会再回应 记者综合报导